公元1525年 神圣罗马帝国在帕威尔战役中的大圣 决定了亚平宁半岛未来的格局 成为了当时震惊全欧洲的大事 而在同一年的亚平宁半岛上 还发生了一件小事 一个叫威廉·德拉·波尔塔的15岁的少年 开始了他的雕塑师学徒生涯 波尔塔出生于工匠世家 祖上历代都是雕塑师 家族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只有手了 所以波尔塔理所当然的继承了雕塑师爷 为了帮孩子入门 波尔塔的父亲亲自把他带去了一个工地实习 并且保证 这个工地的工期绝对可以保证你有足够的练习时间 波尔塔实习的工地叫做米兰大教堂 这个教堂的建设流期确实拖的比较长 从大明洪武19年开始建设起 直到复联宇航员完成第一次太空行走那年 才完成了最后的细节 长达579年的建设周期里 送走了无数能工巧匠 是一个理想的实习场地 当然了 如果只有实践经验 没有理论学习 肯定还是不行的 可是16世纪的欧洲还没有像样的艺术培训机构 波尔塔的父亲只能从前人的作品中 为儿子寻找可以临摹的对象 于是 在经过一阵讨话后 他为波尔塔找到了一位 已经去世的大佬的手写笔记 嘱咐儿子 按照这本书学 把它吃透 你就能成功 得到了大佬手卷的波尔塔本来很开心 可是翻了翻这本书后 他就郁郁了 因为这本书并没有教出什么雕塑技巧 上面画的画和文字也很潦草 临摹价值不大 所以他很快放下这本书 跑去模仿其他前辈的作品了 事实证明 波尔塔在雕塑艺术上很有天赋 他在学习七年后就可以在罗马立足了 成为了当地一名响当当的响当当 在罗马 他遇到了一名比较成功的艺术家 叫米开朗基罗 在大佬的典播下 波尔塔最终也成为了 优秀的建筑师和雕塑家 1977年 波尔塔在罗马并逝 作为优秀艺术家的他 留下了很多遗产 而当年父亲留给他的那本 看不太懂的大佬手卷 也在他众多的遗产之中 80年后 一位叫朱塞佩·盖琪的画家 开始在罗马展露头角 说起来 盖琪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艺术家 但所谓没有职业命得了职业病 艺术拯救不高的他 艺术品位的却很高 进而开发了一项 在当年很少见的爱好 简露 在当年的罗马 有很多上世纪的大佬遗作 这就对盖琪的简露提供了空间 只要瞎猫够多 总能更是小一汉 为了简露 盖琪经常留恋于各大旧客市场 1689年的某一天 他逃换到了一个旧箱子 作为一个职业简露家 盖琪的眼光很准 他精准地发现了这个箱子 属于上个世纪的著名雕塑家波尔塔 但买下箱子后 里面的东西却让他大势所望 因为里面没有什么油画或者雕塑 只有一些手稿和素描 这些东西价值都不高 盖琪默默提醒自己 对于这件事要引以为戒 以后买矿球水别买大劲 里面掺水箱的度 可是在翻箱早录的过程中 盖琪突然发现了一本书 一本看起来不属于波尔塔的书 在认真研读了这本书后 盖琪大失忆惊 因为他意识到 无论从书写方式还是绘画方式上看 他都应该属于一位比较知名的艺术家 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 利昂纳多·达斯奇 盖琪很快意识到 作为与达斯奇同时带来人 波尔塔手里的这本达斯奇手卷 极有可能是真品 但是他也和当年的波尔塔一样 发现了这本手卷的问题 这本手卷并不是艺术作品 里面的绘画比较粗糙 艺术价值不高 因此盖琪带着这本书 在罗马兜售了一圈 却没有一个收藏家愿意高价买下 大家并不怀疑这本书是达斯奇的作品 但大家都认为 这本书更类似于笔记 艺术价值不高 所以不愿意收购 有点沮丧的盖琪 只能自己默默留下了这本书 他和其他收藏家一样 因为这本薄薄的书 只是达斯奇一生众多的笔记中的一本而已 他只能等待一个机会把它卖出去 等待一个属于他的冤重 这一等就是28年 公元1717年 冤重来了 在英国的诸多贵族中 科克家族是其中十分显赫的一个 其家族一代目艾德华科克 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学家之一 其传习的垄断法 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众多法辩 是一位伟大的法学先驱 然而 埃德华科克作为一位口含天线的伟大学者 却有一项格调不太高的爱好 求天论设 这老爷子爱买地 咱点钱就买放买地 在土地上有着非一般的品质 为了买地连叫闪都不放过 在老家诺福克郡的版图上疯狂极油 而且埃德华科克还把土地兼并事业传给了子孙 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兼并 到了1697年 他家族继承人托马斯·科克出生时 他们家已经积累了相当不少的土地 总面积差不多17平方公里 由于家里比较小有家资 所以 托马斯·科克属于韩的金包营贵书生的 因此 在托马斯成年后 他的父母就迫不及待地 为他准备属于他的大巡游 所谓大巡游 是当年英国贵族的一种成人礼 当年的英国贵族子弟 会在21岁前 带着仆人去罗马进行一次旅行 探访一下这个欧洲文明的发源地 逛过图书馆 大教堂 沾染一些文化和艺术气息 本来这只是一种贵族习惯 可是世间万物都怕较劲 大巡游的规矩形成之后 英国贵族们就成为铁板上的鱿鱼 转起来了 大巡游逐渐成为了贵族们 彼此争锋 展示实力的机会 各家的子弟们 比着谁来的扑人多 谁收购的艺术比值钱 所以 每年都有英国的贵族子弟们 在罗马疯狂的大撒币 其他贵族都撒 科克家族自然也不能差事 1713年 托马斯科克开始了自己的撒币之旅 他带着六辆马车 进入欧洲大陆开始巡游 在这次巡游中 托马斯结识了著名建筑师 威廉·肯特 在与对方交流后 他有了一个雄心万丈的想法 我们家的土地既然如此宽裕 我为什么不盖一个大庄园呢 这座庄园应该是全英国最顶级的 这样才可以配得上我们家的土地面积 有顶级的庄园 自然就要有顶级的收藏 秉承着这个精神 1717年 托马斯科克开始了第二次大巡游 这次他在罗马疯狂购物 各种名画旧书雕塑来者不拒 在一程程量载中迷失了自我 然后他就认识了简陋大王盖奇 对于这位勇于撒币的大财主 盖奇为托马斯推荐了 自己28年前淘到的达芬奇收稿 托马斯痛快地高价收下了 但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 托马斯收下这本书后 仔细地鉴定了一下 然后他意识到 这本书里的内容 比达芬奇的话有意义得多 经过当时和后世 各路大神的漫长鉴定 一般认为 这本书是达芬奇在16世纪初期 在米兰生活时亲自装定的 很可能最初是借给了波尔塔家族 而波尔塔家族忘了归还 这本书可以被认为有72页 术写方法是达芬奇经典的 左立手写镜像字 而最有趣的是 书考的内容并不是艺术 而是科学 作为全能大神 达芬奇在这本书里 图文命貌地记下了 自己对天文学地质学 水文学考古学光学等 自然科学的观察和推论 提出了不少有趣的观点 比如他观察到 在山上可以找到 海洋生物的化石 于是他推测山脉之前就是海床 而海床会随着时间推移 慢慢抬高行着山脉 这观点跟几百年后 大陆板块论不谋而合 还有 越南为什么会发光的问题 达芬奇认为 越南表面应该是被水覆盖的 这些水会反射太阳光 这种猜测 其实已经和现实非常接近了 通过这些神奇的文字 达芬奇无穷的智慧和探索精神跃然指上 是后世研究达芬奇的极其珍贵的材料 作为一个体面的贵族 科克在买下这本书后 很有格局地找来了最好的书籍工匠 复制出肉干副本 分发出去 不让大师的成就 已藏在自己这里 1718年6月 托马斯·科克带着浩浩荡荡的车队 回到了英国 回国后立刻在家族的安排下 与一位伯爵之女成婚 并且在几年后 以25岁的年纪成为了国会议员 所谓别人生来是士大夫 我们生来是士大夫 作为普通人 我们实在无法想象 托马斯赢麻了的人生 赢麻之后 托马斯想起了当年的梦想 于是他准备着手行动了 他要在老家建造一座 属于自己的小庄园 不用太大 1.6平方公里就够了 但是 托马斯的一生证明了 我们在达尔那集讲过的真言 技术硬比不上巴尔硬 能力强也不要太上狂 如果说他的前半生 证明了上半句的话 后的现金高价吃下了 英国南海公司的普票 然后他就输麻了 南海公司骗局 是人类金融史上的著名财 直接为经济学界贡献了 泡沫这个词 它导致了包括牛顿在内的 英国无数投资者 血本无归 关于这个世界 我们在未来的节目中会割 但他的直击后果是 前半辈子赢麻的托马斯输麻了 从一个春风得意的大贵族 直接郁郁了 他开始沉迷赌博酗酒等低级趣味 在这场醉生梦死的日子中 足足过了十多年 跑到1732年的时候 柯克的两位建筑师朋友 登门拜访 他们拿出了装圆设计图 给柯克看 柯克玉库无类 所谓心筋自然粮 我现在没钱了 拿啥盖房呢 要说这时候 还得是专业人士有格局 设计师们提前几百年 误识了房地产生意的真谛 你们以前盖现房 还没钱买七房吗 反正你的房总共1.6平方公里 一点点天盖着呗 蚂蚁班大树拉摩挡不住啊 听了这个建议 柯克一瞬间就醒悟了 他的庄园于1734年 开始打地基 经过估算 他估计要30年才能最终完工 1744年 柯克进身为了莱斯特伯爵 可遗憾的是 他最终也没有看到庄园进攻 因为1759年 62岁的他就去世了 据说原因是死于一场决斗 如果这是真的 以62岁的高龄 出去跟人单挑 老爷子倒是也证明了 男人之死是少年 不过 虽然没有见到庄园进攻 柯克当年收购的 达夫奇手稿 就为他增光不少 英国的科学家们 都知道莱斯特伯爵 家里有一本奇书 因此很多人登门拜访 并且将这本书 命名为莱斯特手稿 1764年 柯克毕生地追求 终于进攻 这座被称为 霍尔克姆庄园的房子里 保存着柯克家族 几代人的收藏 这本珍贵的莱斯特手稿 被静静地放置在庄园里 走到200年后 他将再次出现在世人眼前 时间来到1976年 这一年 第五代莱斯特伯爵 在霍尔克姆庄园中去世 小腿一等龙女事无争 由于他没有成年子女 因此他的爵位和遗产 就都留给了足利安东尼 按理说 被这么大一笔财产砸中脑袋 安东尼应该是一阵 意想不到的狂喜 但事实上 新的六代莫大人 却非常不爽 原因是他有个很现实的问题 他没有足够的钱交遗产税 在英国继承遗产 遗产税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而柯克家族的遗产 则是个天真数字 那座大得令人绝望的超级庄园 光建造成本 在当年就花了9万银宝 18世纪的9万银宝 什么概念呢 跟霍尔克姆庄园 同时代的白天汉工 大规模改造工程 也只花了7.3万银宝 更不要说 柯克家族还有其他的巨额遗产 由于实在凑不出遗产税 经过漫长的卸商后 六代莫终于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先部分交税 继承部分遗产 然后再卖掉那些遗产 用来交更多的税 那剩下的事儿就很简单了 有啥玩意儿是税少价值高的 答 庄园里收藏的那些书籍和艺术品 1980年12月 莱斯特庄园主题拍卖会如期举行 六代目老爷姚姚牙 把这本莱斯特手稿 也列入了拍卖名录 艺术专家们预测 他能以700到2000岛美业成交 能不能继承家产 就看达芬奇给了给地了 书籍可能有价格 但知识本身却是无价的 现在拼多多发起 专项图书活动 对优贞乐笑图书进行源头直补 为的是让更多的消费者 能以更优惠的价格 买到心仪的书籍 将知识传递下去 现在多多读书业 已经开展到第三季了 本届读书业 在前两季读书业的基础上 做了产品连赛 官方的图书补贴资金已经上亿 所补贴的输入范围也扩大了 打开拼多多搜索多多读书业 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书吧 然而 就不再竞争了 只有两个买家 半开玩笑的取得取牌了 最终 这位大佬以510万美元的超低价 成功买走了莱斯特的手稿 成为了这本七书的新主人 而这个面子如此之大的买家 名字叫做阿曼德·哈莫 阿曼德·哈莫 20世纪最有面子的资本家 他的面子大到什么程度呢 他拥有一个 让所有人都觉得匪夷所思的称号 叫做列宁选择的资本家 1898年 哈莫先生出生于美国纽约 他的父亲朱利益斯·哈莫 是从沙俄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 在美国成功经营了 一家医疗机构和五家药店 也算是老纽约的一名小资本家了 1917年 十月革命爆发 此时作为美国犹太资本家的 朱利益斯·哈莫 听说了故无革命的消息后 立刻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要支援革命 于是他跟其他人一起 成为了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在之后的日子里 朱利益斯·哈莫一直冒着巨大的风险 帮新生的苏俄政权运输物资 为了避开各国封锁 为苏俄送去了生活必需品和极权的药品 开成苏联版的汇用动物 1920年 朱利益斯因为一场医疗事故被捕入狱 没有能够踏上苏俄的土地 此时他的儿子阿曼德·哈莫 已经成为了医学博士 当他在报纸上 看到当时的苏俄伤寒肆虐时 阿曼德·哈莫自己购买了一辆旧库车 和大批医疗物资装上船 亲自前往东方 准备捐给苏俄 同时还可以把之前苏俄政府 欠自己的债药为了 到了苏俄后 哈莫震撼于苏俄当时艰难的处境 同时他也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 此时的苏俄粮食极度短缺 而这里的皮草 珠宝和鱼子酱 却因为封锁而堆基入山 那么如果把美国的粮食 运到苏俄换毛皮皮草会怎么样呢 在哈莫提出这个建议后 列宁非常重视 列宁在莫斯科亲自接见了这个年轻人 并且印象很好 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靠着列宁的批准 哈莫则已将大量苏俄特产卖到美国 为苏俄换来了珍贵的粮食和物资 对于这次雪中放弹 列宁相当看重 他鼓励哈莫在苏俄开创建厂 哈莫就这样成为了美苏贸易的第一人 1924年 投套暴力的哈莫在莫斯科 修建了巨大的文具城战场 得到了苏俄诺府的大力支持 这家厂很快成为了世界最大的铅笔工厂 除了供给苏俄外 产品还远销十几个国家 在未来的日子里 哈莫组织了三十多家企业 成立了美国联合公司 他自己则成为了美苏贸易的代理人 在美国和苏联的面子都极其惊人 1930年 哈莫汇博 回到美国后 他依然愤得如鱼乐水 凭借高超的手腕 准确的判断和吉祥的倾涉力 哈莫在酿酒养殖的很多 完全不相干的行业里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1956年 哈莫收购了一家 即将倒闭的小石油公司的股份 这家公司只剩下了两口油井 本来哈莫投资这家公司 只是为了避税 结果也许是哈莫人品爆棚 这家公司的最后两口井 打一口喷一口 直接把哈莫引入了石油行业 让这家西方石油公司 成为了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 但是 相比于哈莫在政治上的成就 他的商业上的成功 又显得暗淡了 作为世界罕见的私人外交家 哈莫以一个商人的身份 深入介入了美苏两国的政治交往 在美国 他是尼克松的幕后军主 在苏联 他跟勋奴一起打列飙车 协助美苏两国 签订了一系列的核控制协议 切尔诺比利事件中 还精神组织救援力量 抢救商员 除了在美苏外 哈莫在其他国家 也有很深的关系 如果不是戴安娜王菲拦着 威廉王子的教父原定就是他 1979年 哈莫受中国领导人邀请来了中国 获得了评硕煤矿的开采权 成为了第一个投资中国的 美国资本家 所以 哈莫在全世界各国 都处于略有人脉的状态 可是正因为人缘太好 库外收藏的哈莫 薛议师不太受拍卖会的欢迎 原因很简单 因为老爷的面子在那太吧 没人愿意跟他争 老爷的吃过的盐 比你吃过的饭都咸 谁敢和他抢 所以 每次哈莫想拍下的商品 总能轻易得手 这本来斯特手稿 被哈莫拍下后 老头还得意洋洋地 发表了一段感言 我对这个价格非常满意 是的 有点意外 其实我本来准备付出更多了 可惜了 与前几人主人不同的是 哈莫对这本书非常喜爱 在拿到书后 很没格局地 将其改名为哈莫手稿 并且列入了 永不出售的行列 到处跟人强调 这本人是我第一生中 最重要的收藏 是绝对的费卖品 看到这儿在这儿应该明白 凡事不要利副辣的 因为打脸往我来得太快 1990年12月10日 传奇商人阿曼德·哈莫 在洛杉矶病逝 享年92岁 令人没想到的是 老爷子多次声明 永不出售的莱斯特手稿 居然在仅仅三年后 就被拿出来拍卖了 手稿被出售的原因 还是因为喜闻乐见的 遗产分资问题 总之 由于一场狗血的遗产官司 莱斯特手稿被司法公门 强制拍卖了 1994年11月 又一次拍卖会 在加士德的主持下举行 艺术专家们估计 这次成交价 应该在800的1200万美元之间 然后他们又被打脸了 被唯一匿名人士 以创纪录的 3080万2500美元成功拿下 在1994年 3000多万美元什么概念呢 按照当年的金价 这笔钱大概能买2.2吨黄金 让这本书一跃成为了 当时全世界最贵的书 所谓的匿名 其实根本匿不了 对于这种架势连成的宝物 大家都想知道 究竟是谁成功拍到了 所以经过耗事者一查 大家发现 这个结果毫不经历 所谓穷而遮复而表 无产阶级玩电脑 这位大老也爱玩电脑 但它并不算无产 反而属于小有家资的类型 它的名字叫比尔盖茨 拿到书籍的比尔盖茨 相当有格局 他没有继续把手稿 改名为盖茨的手稿 反而恢复了莱斯特手稿的旧名 并且在拿到书后 并没有将其身仓家中 而是经常拿着展书一下 还将手稿全部扫描成 数字图像文件 让普通人都可以看到 这本书籍的内容 经过500多年的传递 这本达伦籍当年的随笔手件 就这样成为了绝世珍宝 莱斯特手稿本身是一件传奇 但这部棋书背后所蕴含的故事 甚至比书籍本身更为传奇